各位乒乓球的爱好者们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我是师傅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正反手的摆数 摆数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方法 可以加速我们正反手的切换 帮助我们正反手快速的进行倒板 同时还可以提高我们出手的速度 强化和提高我们的预判能力 对我们脚下步伐的调整和快速启动 也是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摆数是专业运动员每天必不可少的训练内容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樊振东的正反手摆数的训练视频 这个训练内容是正反手的不定点的摆数 差不多是以一秒钟两个球的速度 位到这个队员的正反手 位过来的球呢 要有一定的这个前冲力 不然的话练摆数的时候呢 很难借到力 我们在摆数的时候 要尽量的把我们的动作控制的小 力量要集中 手腕对拍形的控制力是非常重要的 不像我们在一般的这个训练当中 我们有足够的这个时间进行转腰和这个引拍 在进行摆数的时候 我们靠的更多的是前臂和手腕的爆发力 因此对我们前臂和手腕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你的这个手腕稍微有一点变形的话 这个球就容易造成失误 腰部的发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不像我们一般的训练当中 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转腰 在摆数的过程当中 腰部是瞬间的力 腰发力 这个发力的感觉呢 好像是把腰腹的力量瞬间弹出去一样 在弹出去的瞬间把前臂带动出去 所以说在进行摆数的时候 我们的前臂千万不要僵硬了 要保持一定的放松 你只有把前臂和手腕放松了 你的速度才摆 我们再看一下马龙摆数的这个训练 马龙的这个训练内容呢 是第一板正手拉起来以后 接正手的连续快拉 这个训练呢 其实很大程度 模拟了比赛当中出现的这个情况 可以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衔接意识 有很多乒乓球的业余爱好者 在比赛当中没有下一板球的意识 往往是对方发一个球过来 他冲完了以后 后面的球他就不要了 是吧 他拉过去的这个质量确实是挺高的 一旦别人把这个球跟他回过来了以后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很多时候一板球甩过去 整个人都甩不见了 完全是做这个一锤子买卖 心里根本就没有想过 还要去准备第二板球 第三板球 第四板球 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我们注意看一下 我们注意看一下马龙手臂的这个发力 他发力的这个动作是非常小的 主要是依靠腰部和前臂的力量来进行发力 机球过后动作快速的还原 这样才能保证下一板球更好的进行衔接 所以我们看到马龙在进行这个快拉的时候 动作是非常小的 但是过来的这个球速度又快又冲 其实在快拉的过程当中 没有必要对球向上摩擦的过多 其实就是在击打发力的过程当中 加入了对球水平方向的一些摩擦力 从而把球的运行弧线能够控制低 保证球的上台就可以了 所以说前冲弧圈球根本就不是一个很难的技术 它无非是在击打的过程当中 加入了一点点的摩擦而已 整个的技术动作和我们正手攻球 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我们再注意看一下马龙脚下的移动 和樊中东也是一样的 脚下的移动随时的保持这个弹性和运动性 时刻的利用睡部和垫部来调整身体的重心和位置 这样才能更好的衔接我们其他的步伐 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下 张继科全台不定点的百速训练 这个训练内容是非常考验我们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耐力的 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内容 对运动员的体能要求是相当高的 一般人练个一分钟左右 估计就要瘫倒在地上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很多小运动员啊 除了每天的这个基础的训练内容以外 身体素质的这个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 打乒乓球呢 到后期除了拼技术以外啊 更多的还要拼我们的耐力和体能 有时候一天下来也许就要打十几场的比赛 如果说你的体力耐力不够好的话啊 你在比赛当中很难把自己的技术水平完全的发挥出来